精彩开示专题 尊师众道 适师如佛 4 尊师众道在身口意上的体现 2.白话佛法片段 常想师父的功德 你们自己就会有功德啊 如果你们经常 想人家做好事的人 是怎么样做好事的 你心中是不是有善意了 你不是给自己种下的善根吗 现在师父 这么不要命地救度众生 你要经常想到 师父是这么的慈悲 想想看 你心中慈悲不慈悲啊 所以 你们经常想想师父的功德 你们也会有功德 这就叫道理 选字尊师众道 摘录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2012年11月8日 很多人 师父原谅他们 他们念大悲咒给师父 实际上 师父不一定要他们念的 他们每个人的气场好坏 都不一样 因为他们给师父念大悲咒 他们实际上就得到师父 自身大悲咒的能量 听得懂吗 你们天天跪着跟观世音菩萨念经 你们以为你们给观世音菩萨念的 你们是得到观世音菩萨的能量啊 选字尊师众道 摘录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2012年11月8日 师父跟你们讲 这些都是害死自己的魔 一定要去除 学佛人永远要谦卑地学习 谦卑地学习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双手合掌 你们看见师父和佛友就鞠躬 这些不是做给师父看的 是你们自己在成全道业啊 你们是学佛人 你们是很有修养的人 你们谦卑和实 很尊重师父 尊重菩萨 就是尊师重道 就是尊重你们自己 要明白 骄傲是人的劣根性 一个人只要一骄傲 看不起别人 他就有劣根性了 选字 白化佛法第十一册 第五十四篇 去除魔性 敬悟佛性 学佛修心 要一心尽心 一个心 要干净地去相信菩萨 如果你信菩萨 信得不干净 不彻底 你就修不好心 干净地相信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今天 相信观世音菩萨 我没有半点 私心和怀疑 我完全相信 观世音菩萨 一定会救我的 这就叫敬信 敬信之后 要专心修佛 专心这两个字 很重要 你们有时候 学佛不专心 是学不好佛的 修指的是什么 修自己的心 修自己心中的佛 有一个故事说 有一个人跟老和尚到庙里去 老和尚问他 你来干什么 他说 我来修佛 老和尚说 我庙里的佛很好 不要你修 要懂得 修佛 是修你心中的佛 把你心中的佛性 修回来 只有把心安住 心不妄动 方可修出自信佛 选自 白话佛法 第十二册 第六十四篇 修敬信 众福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